大家好,今次就想說一說一個閒淡系列 都說一說閒淡系列,預計這個頻率應該都會是一兩個月一兩次 那就視乎當時的情況 今個月就有多少少話題講,都開多次開多條 就是關於這個大家日常都會用到的,就是上網 就是這個寬頻上網,我近期都換了一個上網公司 終於到 好,然後就有少少的趣事分享給大家 包括一個非常有禮貌的客服 還有一些客服,即是如果想有申請要做這件事 即是這個Cut上網要有什麼程序,都講一講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在2月20日打電話去問 我打電話去問,一開始通常都會給名字和身份證 給完之後,你就要迫著聽這個5至10分鐘的音樂 等他擴認 等他擴認好名字,就開始問你 第一次我打電話去,是個女生聽 她就說 這裡就不是我的... 應該要轉介去別處,不是她的部門 通常都是會這樣 你打電話,你不知道什麼部門 總之找到有人跟你說 即是他幫到你的 那你就會按進去 因為他十幾二十個那些... 什麼呢? 那些叫做... 地方 因為如果你譬如打去某一個電話 然後他就會說什麼廣東話 青岸一字 然後不知道什麼服務 什麼服務又按過去 或者你想有專人服務 或者是技術人員 這些又不同 那我當時可能不認識技術人員 因為我打了十幾十分鐘 我都不知道怎樣打 尤其是他每次逐個聽真的很白癡 好 那他後來就轉介了 我等了5至10分鐘 然後他跟我說再等一下 那我當然等不到 因為我正在忙 所以我等不到他 我隔了兩三個小時後再打電話 但應該不會是同一個 那我再打給... 即是打回去客服 那另一次聽就是一個男生 那我今次就... 打對了 那他就... 是一個... 切這個風頻的熱線 那他一開始都是... 講電話 即是問我的名字 以及這個身份證 那我講完之後呢 他就說... 咦...你的合約還未到期 然後我就說 還未到期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早前... 即是大約... 半年前呢 我就跟那個銷售士說 因為通常呢 如果合約差不多完 會有個銷售士打電話來銷售你 銷售你 銷售你 對 但是我當時就沒有銷售 因為基於什麼理由呢 就是因為他要綁兩年的合約期 兩年的合約期... 可以說是很長 很長 就是說你兩年後一定要繼續用 每個月保持著泵水下去 但是你又... 那個上網又沒有改變 對了 最大問題是他都沒有什麼特別改變 最多只是便宜一點點給我 所以我就沒有搞到續約 那我就一直都在用舊藥 對 一直在用舊藥 因為舊藥都可以繼續用 我問過他他舊藥可以繼續用 那我當然用舊藥 因為綁兩年嘛 而且我又得知呢 近期好像有新的上網 所以我就沒有搞到續約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為何會沒有續約呢 然後我也在想 為何會沒有續約 然後他又說 不是啊 看回這個合約期應該是... 到了期應該是兩年前就... 一年前就倒了 我也看錯了 這一下其實我有點吃驚 因為一個客服來說 是不會這樣直接... 即是怎麼說呢 就是... 那個口的態度就不會是這樣的 即是說 不好意思啊 我看錯了 應該是到了期了 譬如可能是上個月的4號已經到我家了 不好意思啊 其實在上個月的3月... 4月的幾號... 可能是3月5號... 試算了 3月5號已經到我家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進行這個... 剪輯這個敷文上網 但是他沒有了 他就說... 咦...我都看錯了 我都看錯了 大概就是這些口吻 然後我就回答他 因為通常我都是很善良的 打這些電話 因為我自己做過服務 我就知道服務很辛苦 但是... 通常都是人線被人欺的 那我就跟他說 對...我都記得... 我都記得是... 沒有續約... 應該是完了 所以我就這樣回答他 好了 那後來我問他應該要怎麼做 他就說要寄個申請表 寄個申請表 那我就說...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寄上來 或者是門市拿的 他說是 那我... 你選擇寄還是門市拿 那我寄吧 寄我的地址 然後我問他田園要在哪裏交 對... 然後呢... 有一個地方 我不知道他收拾了 我告訴你 我在A站那裏 是不是有過... 你們的公司 然後他就不知道答我什麼 他就... 他就不知道答我什麼 好像... 牛頭不答馬嘴 我問他是不是那裏 他說那裏有... 不是... 我譬如問他A那裏有沒有 他說C那裏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A那裏沒有 搞到我以為A那裏是... 我才知道 原本我打算交表 但是他轉了第二個地方 對... 超遠的 所以我交不了表 對... 這裏都令我... 都... 幾麻煩一件事 然後後來呢 我就問他了 我二月二... 二月尾問他嘛 我二月尾問他嘛 我二月尾問他 那我可不可以三月一號到... 我就... 叫人拿走他 剪掉藥呢 然後他就說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啊 這樣之類 通常都不會直接禁止 老實說 就是你做客服 不會直接禁止別人的跳 他說... 這個... 他應該會有點修飾 可能會變成... 這個真的幫不了你 或者是有點困難之類 不會直接說不行 我自己的感覺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想法 我自己就是這樣的 那聽到這裏 我覺得這傢伙是有點問題 有些問題 也在想一下 為什麼人家客服可以這樣呢 真的我未見過一個這樣... 真的不知是否因為CUT CUT 這個寬頻的原因 那個電話 那個客服 那個熱線是專門的 所以那些人的態度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其他那些都好地地的 老實說 尤其是續約那裏 那裏 或者是... 問上網那裏都很好 是唯獨是這個有少許問題 真的有少許問題 就是說 不行了 我搞錯了 應該是... 應該是兩年前 一年前已經是完約了 這兩樣令我覺得 它是不是真的一個專業的客服 不是 真的... 真的... 有時候 其實我覺得 香港的服務業 就真的有點慘 但是有一些 就會利用了香港服務業很慘的人 而故意去... 去圍爛那些客人 這些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對了 那哪間我就不說了 大家都知道 獨市那幾間 專門獨市那幾間 OK 那... 他就說不行了 不行了 終於就收了 我現在都在用新的寬頻 沒有用舊的寬頻 因為其實舊的寬頻 他那個客服呢 很有禮貌 那個客服都有問我 為什麼不選本公司呢 因為... 因為你上網慢不穩定 然後他都沒有發聲 他都沒有發聲 因為他自己知道 都是事實來的 老實說 沒錯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有趣的經驗 經歷來的 覺得其實是不是不同部門 有不同的態度呢 我真的... 還是應該是一視同仁呢 好了 所以就... 有這個話題 一聽完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點興奮 一開始 他說我合約期未到 沒有可能 我也沒有續約 除非你們擅自幫我續約 但是沒有 然後... 然後他後來告訴我 不是啊 我都搞錯了 那一段我已經開始生氣了 然後我就慢慢來 對啦 我都記得我沒有續約 然後第二段 沒有了 沒有了 我立刻生氣到神經病 生氣到神經病 他說至少都要一個月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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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我最記得就是這句話 奇我都不太記得 總之就是記得他有這些... 這些... 很有禮貌的對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就說 吸不到... 吸不到這個... 其中一個的供應商 都試過 網絡上有一個很出名的 那我就不是那個 就另一個 那我今次就不是吸不到的 只不過是一個... 比較有禮貌的對待 有禮貌的對待 我覺得都不錯 可能再需要一些培訓 或者加強 但是那個人我都不記得 一開始其實那個人都說話很輕挑 就是你覺得好像是朋友 朋友 但是我覺得 我跟你不是朋友 應該用一個 銷售或者服務員的態度跟我說 而不是一個朋友的態度 除非我跟你真的是朋友 那就另計了 但是你真的是朋友 你也不會在公司電話裡這樣 因為有錄音的 有錄音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經歷 是我的經歷 但是最好現在都... 最終現在都轉了寬頻 告別了這個... 30Mbps的上網 我現在就有高過30Mbps 但是這個上網... 可能直播都... 都可以的 但是要看... 我還未設定好OBS 那些東西 沒錯 那這次小小短短的 先去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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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